怎样判断肩周炎 正将运动医学诊疗中心西怀病区主任医师 肩痛的病非常的多 这个肩周炎是我们搞运动医学的经常会说 肩周炎就像个垃圾桶一样 特别医生只要看病人肩疼 就说你是肩周炎 其实这个是不准确的 因为肩周炎它就是个冻结肩 是个蜕变的病变 但是肩关节的疼痛的原因非常的多 很多原因 有些甚至不一定是肩关节本身的问题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要找专业的医生去做一个诊断 但是我们个人怎么能大体的判断 这个肩周炎它是叫五十肩 它是一个特定的年龄段的一个蜕变的病 如果你是一个二十多岁的人 或者你是个七八十岁的人 那你说你肩疼 你说你肩周炎 这个基本上是错误的 所以如果你在五十岁左右 然后又没有特殊的原因这种情况 或者你偶然有外伤 或者有糖尿病这种 再一个就是说 他疼同时办有活动严重障碍 就是说他又不能转胳膊 也不能抬胳膊 也不能背胳膊 就各个方向的运动都是受限的 结合这几个可能才能说明 他可能是肩周炎 但是最好还是要到医院去找医生来判断 专家提示 一 去医院让专业的医生做检查和判断 二 二十多岁或者七十至八十岁的人 一般不会得肩周炎 三 五十岁左右 胳膊疼 并且伴有严重的活动障碍 可能是肩周炎